第11号海魁台风 它目前是轻度台风 我们预估它未来会逐渐增强 在明天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它早上8点的位置 是在台北东南东方 到一124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往西北线方向移动 综合判断所有资料 我们预估未来它的移动的路径 大致会以这样子的 有七成机会会以这样子的路径经过 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气象局就有可能在明天白天 会发布海上警报 也预估在星期五星期六两天 是它最靠近我们的时候 以目前的路径来预估 影响最明显的区域 或是北部以及马祖 但是随着我们它现在在大地亚带中 只要台风的路径 有稍微的一些些调整 对我们的天气完全就会不一样 我们也预估如果未来的预估 台风的路径比这个路径 还望南偏一些些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一些些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由于第九号台风 苏拉过去的移动比较偏西 所以气象局随着它的移动 预估下午两点半 解除苏拉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但如果11号台风 海魁它未来的移动方向速度 正如我们所预估的话 气象局也将在明天白天 发布海魁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第九号台风强烈台风 苏拉目前的位置是来到 俄罗比西南西方 大约33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还是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现在我们海上警报区域 就是环流所影响的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 提醒大家 今天台湾附近海面的风力 还是很强 尤其是在西南部海面 以及南部海面 还是有浪高3到4米的浪高 而其他海面 也有2到3米左右的浪高 至于长浪的部分 随着台风向西移动 今天在澎湖 金门以及南部沿海 仍然会有长浪情形 其他海面长浪状况 稍微减弱一点点 但维持时间不会太久 至于今天的长浪 我们预估在西南部沿海 还是会有4米以上的浪高 而在天气方面 我们来看看雷达回坡 雷达回坡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苏拉台风 渐行渐远 而它的外围环流 带来一波波的云气 虽然不是很连续 但是这些外围的环流的云气上面 一样有比较强的回坡 像这种红色的回坡 只要一到某一个地方的上空 就很容易带来瞬间的强降雨 就以台东来说 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一直有下着 时雨量六七十毫米的降雨 现在的时雨量还是五六十毫米 甚至这样的雨量在花莲也有出现 这样子的回坡 今天还是会移近我们 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些零星回坡 一向南部陆地 还有澎湖 因此就以今天天气来说 我们提醒大家 今天在花东地区 恒川半岛以及屏东山区 还是会有短暂震雨的 至于在宜兰地区 桃园以北地区 还有云林以南的其他地方 甚至澎湖和马祖会有 林星短暂降雨的现象 而更其他的地方 像金门啊 桃园直到台中这些地方 在白天可以看到阳光 周以后会有林星的午后震雨 但是可以看到阳光情况之下 虽然今天云好像多了一些些 可是温度还是比较高 气象局持续针对陶竹苗 以及台中发布高温资讯 提醒这边的朋友 今天一样有36度左右的高温 甚至苗栗线可能还是有38度左右的高温 外出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今天白天降雨形态 随着台风渐渐离开 我们可以看到东半边或其他各界降雨是减缓了 但是也可以注意到东北角的雨渐渐地开始在下 至于明天受到两个台风的外温环流影响 天气是很不稳定的 星期五星期六受到外温环流影响 各地都会有短暂震雨 有些地方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而震雨比较大的雨势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样程度的降雨 气象局会随着最新资料调整 然后再告诉大家 而在风力方面 风力方面也随着台风逐渐往西移 所以强震风也会渐渐往西边移 我们原本提醒大家绿岛南雨的强震风 现在已经减弱下来了 从今天早上预告到今天一整天 我们预估在恒川半岛 高平地区 新竹与北沿海地区 以及澎湖金门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另外马祖的风力更强一些 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其实最近的天气 因为前有苏拉台风 后有海魁台风 让我们的天气实在很不稳定 海面上风浪也是哦 我们刚刚有说今天长浪的现象 已经比较在西边海面了 但是明天随着海魁台风靠近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南雨 甚至马祖海面也会有长浪的情形 而且有可能会两米上浪高 像这样子海面风浪强 也会有长浪的情形 在这几天都会存在 而陆地上的天气也很不稳定 所以是会断断续续会一下震雨 然后不管台风还在什么位置 可能对我们的东半部 西半部的天气形态不一样 甚至北部中南部的天气形态也是不同的 所以提醒大家从事任何活动之前 要参考我们最新的预报资料 最后提醒大家最近是大潮期间 沿海低洼地区容易有海水倒灌 或是淹水积水的可能 大家从事活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气象局持续针对西北太平洋上第九号台风 强烈台风苏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苏拉台风在今天早上八点的位置 已经来到俄罗安比西南西方 大约30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 如我们所预估的话 气象局将在晚上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如果台风它实际移动的方向更偏西 或是它减弱的程度更为明显的话 解除警报时间就有可能提早 那目前我们发布海上警报的区域 是台风环流所影响的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提醒大家台风还在影响我们 台湾附近海面依旧有长浪的现象 尤其在西南部沿海 北部沿海以及东半部沿海 还有两米以上的长浪 而且海面上的风力也很强劲 在海峡南部巴士海峡 会有四米以上的浪高 其他各海面也有三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今天从事海面上的作用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而至于在天气方面 我们来看看雷达回坡 从来到回坡上 我们可以看到苏拉台风的中心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所有的观测资料显示 比较强降雨都集中在 这个结构扎实的环流中心里头 但是外围环流依旧带来了 一波一波的降雨 当然它的降雨不是很连续的 但是一旦有这样的像红色的回坡 一到我们上空 就会带来瞬间的强降雨 就以台东来说 清晨到现在 不时有70毫米的食雨量产生 然后在花莲也有每小时 40毫米的雨量 我们预估这样的回坡 在今天白天还是断续的移入 然后也会影响到东北部 宜兰甚至影响到 我们的北侧的陆地 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回坡 正在影响澎湖一些南部地区 我们从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现在在西北太平洋上 有三个台风 分别是第九号影响我们的台风苏拉 以及第十一号海魁台风 还有昨天晚上情晨的 第十二号台风红雁 其实环境上就跟过去几天一样 三个台风都在季风低压区里头 北方是有高压 而季风低压区它本身的环流状况 或是各个热带系统的发展 以及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都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 所以我们来看看所做的路径前世 帮我们来关心下一个台风 第十一号台风海魁的状况 目前海魁台风是轻度台风 未来强度会逐渐的增强 它在早上两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南东方 大约132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纵整国内外所有的数值模式 所运算出来 预估未来会往这样的方向移动 也就是说这是星期五 星期六清晨 星期天清晨 星期六到星期天 移动到我们北部海面的时候 会逐渐向北转 如果以这种方向速度来预估的话 气象局不排除 在明天白天会发布海上警报 而在用天气形态 我们预估在明天星期五开始 台风外温环流就影响我们天气 然后星期五晚上 直到星期六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你目前的路径看起来 它对北部地区和马祖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但是一样 因为目前所看的资料 它还是有一些些变动 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能比较偏北或者比较偏南 所以对我们影响程度如何 气象局持续观察 可是这样子过来的台风 在明天依旧长浪 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及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玉都会有长浪 在这周末都会有长浪的情形 最近天气实在很不稳定 前有缩拉台风 后有海魁台风 不论海面或路上天气不稳定 提醒大家从事活动之前 一定要注意我们最新的预报 也要提防天气带来的影响 而最近又是大潮期间 沿海地洼地区容易有海水倒灌 或者是积淹水的情形 这些部分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